嗨,大家好,可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累积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就是在这个仓储配送的一个环节,是因为现在仓储这一块其实相对比是比较重要的,是因为仓储形成了一个生意模式,就像现在从传统模式转为现在数码模式呢, 现在的单量跟以前的单量基辅不一样,而且我们现在所有的企业都开始就是转向电商这一块,所以呢这个物流对于物流跟配送,就所有的基辅相对比是对科技啊,对实时数码需求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几年也发现到就是在物流配送这一块呢,就是产生非常大非常大, 我今天可能就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介绍,然后让大家有一点概念,好,下一张 今天我只是想看,就是探索一下,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工业4.0的一些主要的核心变化,然后之后呢,我希望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给马来西亚企业所产生的一些不同的变化,是因为这样的话希望对中小型企业呢,也有更好的一个认知,跟一个可能接下来一个策划,好, 因为在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给最大的像食品跟饮料公司呢,就是打造了不同的一些配送中心,比如在2014年,我们已经开始帮那个Postlarge,就是制造了一个新的IPC system, 那时呢,2014年我们已经打造了就是16000个包裹一小时的一个配送中心,然后那时是马来西亚的第一条交叉带,那个是我们呢,那时就是帮Postlarge,就是完成了这个项目, 然后直到今天,因为我们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项目,就是帮像F&M这样的大企业呢,就是转型,从传统模式转去全自动化的一个仓储配送中心,然后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这些企业已经在,就是要求在转型了,所以可能这些对中小型企业也有一个启发,就是他们就对于outsource,现在转于像insource来做规划了,现在 所以就是从物流运输,还有数码货,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市场的变化就真的是,就是从就是提升了至少三到五年的时间吧现在,所以刚才像Mr Desmond也有说到就是就是数码的这个adoption其实是加快了,真的是至少三到五年,所以呢我觉得是这张这张slide里面,我希望大家可以 看到就是工业4.0呢,其实已经是网向一个,我们其实不是在推广,就是推广向工业4.0,反而我们应该是在工业4.0的环节里面了,所以我觉得变化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是中小型企业呢,可能就是在这其中一块投资,不管是跟,就是国家或者政府上面,拿取更多的grant 来做digitalization的adoption,或者是自己研发一些小团队,然后开始探索一下,因为 比如在这边,25%,在2025年,我觉得就是 这边有一些比较interesting的,比较可行的就是比如90%的 这个world population,就是人都有手这个smartphone,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internet access,就是更加的更加的容易,就是去access到,所以呢,这么多的这些企业呢,已经在转型了,所以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就是会比较困难,不过呢,困难不代表不可能,所以我觉得 从accounting,或者是从各方面进入这个digitalization,然后我们其实,像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推出了一些像 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的一些云南服务器,也是给像中小型企业可以到时可以享用,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会帮助到中小型企业啦,好,下一张 ok,在这边公约4.0,我现在就是有三个,三个就是主要的这个behavior,或者是一些情况呢,是让人家会转型到自动化,或者是数码化,第一个就是repeative,就是一直重复的工作 然后第二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种SOP,是重复性的SOP,然后还有规则性的,这些工作量几乎都可以被机械手或者是自动化来取代 可能就是给你一个意见,就是最近我们在去年帮就是一家汽水公司,或者是牛奶公司,在新加坡,然后从50人,然后转换去基辅是全自动化的方式 所以这是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工业4.0的一些需求纯粹是建立为那个数码跟数码化的一个起点 就是冲往这个工业4.0,从automation,然后从internet,然后再加上biologically,就是把人的这个需求量,把人的那个behavior 就是习惯加入进去,这样的话,其实工业4.0可以确保我们就是stay in the game 就是维持我们在这个生意的环节中 好,下一个 好,其实这边我只是把有可能的所有的工作量都会被机械取代的一些工作量 可能就是比如在packaging,还有filling machine的operator,这些人可能会被取代 然后有些就是比如counter,还有retail clock,或者是一些东西 这些工作,这一系列的工作呢,可能很快的就会被数码化给取代了 就比如现在可能就是因为互联网或者是O2O的概念 所以呢,基辅已经不需要再有收银人 就是全部都已经数码交付好了 就像中国已经发生了 那我就看到现在就是每一个餐馆呢 其实很多这些餐馆呢都会采用就是无现金化的方式去做 就是交易 所以这方面可能也会导致一些就是收银员 就是基辅从有point of sales 可能会转移去无现金交易 所以这些其实是一些案例给大家看参考一下 好,下一张 好,这一张呢我其实是想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现在所做的仓储呢 基辅都已经是就是往高处在建了 我们其中一些仓库 一般的仓库纯粹可能就是6米到10米高 我们现在建的仓库已经是30米高的一种仓库 所以呢 用地场地的那个efficiency或者是效率已经提升了至少5倍这么高 就是这样的话成本相对比肯定是降低了至少3.5倍 所以就比如现在10年前 沙浪一片土地per square feet 可能就是62块钱或者是60块钱 今天沙浪的一片per square feet可能就是200到250块钱 所以土地一直在增长 所以投资一般比较复杂一点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现有可能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我下来还有一张就是video可能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核心互联网的一个技术 这称为也是交叉带也是核心的一个需求跟一个方案 然后这一条交叉带呢是我们在中国给维平会给就是实现的 一小时可以分减两万个托盘 两万个passes这样的一个吸收 所以在马来西亚我觉得很快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我其实马来西亚我觉得在不久可能在两年里面 这所有的设备将会变成普遍化了 好的,我希望今天一些小分享可以让大家更清楚一点 或者更多一点认知 就是我们这个工业4.0的一个仓储的一个方案 好,谢谢大家